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 我们会 去检查一下我们家的大枣 看是否怎样 因为我们看 这颗大枣呢 就是我们看上面的果 全部都忽畏掉 现在变成黑色的 看一下 这边 要上次进行夹接的 有些牙 准备门发 所以我们要把这几个要拿掉 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看这边 里字 加接桃 桃花书已经成功 我们看 这边是里字哦 ok 这是加接的枝条 我有加接了两个枝条 在这里 ok 然后这边是一些 酸菜的浮土鸡生 你看 这些酸菜呢 现在长得非常的好 我看 现在 ok 我再看另外 这是我们家的母狗 这是我们家的母狗 ok 这颗大枣 这颗大枣 几乎都没有果了 几乎都没有了 几乎都没有了 我来一下 上次进行假接的 看怎么样了 ok ok 这边是苹果 冬天的 全部椰子都落光了 ok ok 我们现在会去检查一下 大枣的 ok ok 我们看 这颗大枣呢 都长那么高 ok 都长得很高 ok 然后现在呢 今天我顺便检查了 好 快 这颗大枣 我们看 现在有好多枝条 哇 这边怎么丢了一个了 下次有两个了 一个已经丢掉 可能是下雨的 那几天 好 我都没有发现 可是这边剩下的 这个已经长得非常的好 ok 我这一刻呢 我会等它 有一个相当稳定 然后我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种 因为我们看 这边已经靠近了好多巴勒 这里 是不行的 ok 我们看上面有些虫 我们开始吃这个椰子的部分 好 这是唯一 的枝条 已经 生存成功的 哈 ok 唯一的枝条生存成功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 好 我再 让大家寒 金居里 寒那个 加借的山口 ok 上次我我加借呢 就是使用 啊 断枝条哈 好 那么一段大概十公分长的枝条 然后上面我留两个芽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上面 可是上面现在它长出来的时候 就 有两个小的枝条 ok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这旁边呢 有好多奢牙 哈 都正在猛发 这样子 哈 好漂亮哦 我看这这边的枝条 就啊 前几天下雨哈 已经掉落掉 啊 平时啊 都是这样子 然后上次我检查的时候 啊 这个芽点还留 两个椰子 可是 后来可能它就 就是慢慢 啊 这个营养都没有了 所以已经 啊 呼尾掉 然后下雨时候 掉开啊 然后我们看 这边上次我有歇的时候 我有歇到生子里面一点点 所以我们看 啊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 吐出来的伤疤 哈 这里的皮还是 是绿色的 ok 然后上面这里 已经开始 吐取这几个伤疤来 然后这 旁边这里呢 就是啊 这个伤口已经开始密合 哈 已经密合 几乎已经完毕了哈 就插这个地方 一点点而已 两色的都ok了 看一下 我看 这样子 我看 这边 这边 我们看 现在这颗大枣呢 过几天 哈 哈 我会把它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种 目前的话 因为它 这个伤口 还没完全的疏松营养 啊 就是 还没完整了 所以等这边 伤口固定好之后呢 很固定的时候 我再 啊 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 看到 这个啊 这颗大枣 原来 原来是本地的大 一个新枣的哈 然后我已经使用台湾的大枣枝条 加进来上面 有两两个枝条 然后一个枝条 已经 上次 诱惑了哈 可是后来啊 不晓得怎样 可能是 这 这条的牙 不好还是怎样 它慢慢的 虎尾掉 然后下雨的时候 前几天已经掉落 现在生虾 唯一的这个 已经 长得非常的好 OK 我们看 大概40公分高 OK 好多虫已经被咬掉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 这旁边就是 幽子架街 这个的话 我可能还是要 把这个地方剪掉好了 就是 留下 这几个 因为 这几个架街 我已经留 大概一年了 因为那时候 我都是让这边长起来 没有让这个枝条 当然是 它是活了哈 我生 生存下来 可是没有剪掉这边 所以它没有机会蒙花 雅 这样子 OK 好 今天呢 我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 十位 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展 留下评论 和登记我频道 大家如果这几天出门的时候 记得不要忘记携带口罩在身上 因为现在 在发生一个很严重的流感 在大陆的武汉市 所以有好多回大陆或者到台湾的游客可能会带上一些流感的兵型 所以大家出门之前记得要携带一些口罩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哦 再见哦